《耿耿於懷》20週年 這首歌的背後故事也有趣 因為它是我唯一一首離開大公司時帶走的歌 因為當時本來是做第三張專輯 這首是我其中一首選的歌 但之後我就離開大公司 我就打給作曲作詞 我就問我想離開這間公司 但之後是怎樣我不知道 這首歌有機會是不會出現的 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你們想把這首歌留在公司 我完全會明白 但我自己覺得我喜歡這首歌 因為很少有被我選過 因為公司有其他工作單位 他們已經選了一轉 這首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 我就問如果我離開 你們肯不肯讓這首歌和我一起離開 而我不知道之後我會做什麼 那時候的生態比較嚴峻 他們說跟著你 你覺得這首歌你想帶走 我們都支持你這樣做 當然會看到他的潛質 但你不會想到二十年後 是怎樣的 可能我的歌有陪著我那個年代的受眾去成長 當然我也會感受到 因為去年三月做《西九龍》有個表演 那時候就七千日 已經有大合唱 已經都很感動 然後去年七月那個表演 就是萬一人 又是一個登海大合唱 覺得這首歌其實都中了在很多人的腦海裡 其實我對演繹這首歌 我完全沒有問題的 去演繹這首歌 我最怕是當在某些場合 如果有個咪 你要喊卡拉OK也好 當人家點這首歌 而給我一支咪 我就不想的 我覺得又是這首歌 我已經唱過很多次了 所以這首歌其實是 我都不懂得形容這首歌 但它就變了是我的一部分 很複雜 撇除工作 撇除離開了香港 我覺得平日就起床 沖咖啡 寫東西 因為我在露台上寫 如果有太陽 我通常寫到我的電腦 不能夠負荷 即是太熱 過熱 那我就會停 那接著就 因為我一天吃一餐 我只吃夜晚 那我寫完東西 我就會做運動 然後陪些貓 那接著 日常工作 會打給我的電話 那如果你說創作 我下午之後 就會開始醞釀 明天寫什麼 譬如 長戲未寫完 那我就會明天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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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掌揚 我會… 大家好